土耳其首都安卡拉10日发生历来最严重的自杀式炸弹袭击 爆炸案现场遗体遍布满地 至今已经造成95人死亡 246人受伤 而爆炸发生之后 也有成千上万的民众上街游行 抗议这次的攻击事件 同样是爆炸事故 中国安息吴湖市一家餐馆 昨天发生煤气筒爆炸 瞬间引发大火 更导致至少17人遇难 死者当时在餐厅内用餐 他们年龄近于15岁到20岁 大部分是学生 朝鲜昨天举行号称史上最盛大的阅兵 数以万计军事布鲁平朗式的金日城广场 均被几乎倾巢而出 场面浩大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辞时 绝口不提核武发展计划 但表示 朝鲜能够应对任何美国挑起的威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